你沒有金融費錢,你也可以學好超過 我們在金融超過久了以後 每一種方法都有賺錢的時候 可是每一種方法都有賠錢的時候 你要定好你的進場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訊號是什麼 然後加碼的訊號是什麼 其實都要定義很清楚 不可以有含無的空間 你剛剛講的嘛,上場是多多嘛 跌過了全十五分鐘,空嘛 空,然後去掛好 所以這個大概 以這個行情而言來講 就算你空到五九了 這個也可以算90點,也很不錯 它破滴了 然後上去 你又翻空 翻多 翻空會多 它又跌破了 這個就是停水 所以你會停水兩次 但是都在可範圍 控制的範圍之內 這個可能輸 就會輸掉 五十點 三十點 會輸掉六十點 像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像這個就是 這個都是 雙八盤 就是 其後很大 沒有下 這種盤呢 偶爾就會來一下 偶爾又會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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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趨勢牌 不好做 這個也是 來拔來拔去 最後在顯現 所以說 要設計一個 令自己舒服 能夠順手的交易策略 才能夠長期維持到一支行人氣力 那這個重點在哪邊 方法你聽到了很多 最後的重點就是 交易策略要自己去走 好 好